外交是国与国之间化解分歧,寻求合作,缔结友好的行为统称 这是外交 这也是外交 今天我们说说这个外交形式 植树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3年5月19日 中国中亚峰会结束之后 习近平主席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五国领导人 共同种下了六棵石榴树 石榴的寓意有很多 像吉祥如意 团结友爱 蒸蒸日上等等 那中国和中亚五国领导人一起种下石榴树 有何寓意呢 故事还得从2000多年前说起 西汉时期 下石榴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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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